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维游房车型 我是老郭 大家好 我是翟晨 最近因为搬家 杂事比较多 所以没来得及给大家录这个旅游的视频 争取以后尽快补上 大家看我们后面这个房车 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吗 其实我们是在我们家的后院 因为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就想一定要在家里 或者说在抓位上能放房车 这样方便多了 终于实现了这个小小的目标 那么这次也无意当中 这个房车也给我们做了很大的贡献 前一段时间温哥华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热浪 其实我们倒是可以坚持 但是豆豆老人家毕竟12岁了 相当于人的80岁的这种年龄了 好像温哥华有很多房子没有空调 我们这个家就没有空调 对我们是老房子没有空调 所以说我们就到房车上躲了两三天 豆豆在那里面就是很舒服了 现在我们就是站在我们的院里面给大家说话 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要介绍一下 一个我最近在后院做了一个后院的用的一个桌子 本来因为我的后院 我希望有一个大点的一个餐桌 这样的话朋友们来了就比较容易聚会 至少要能够坐10个人 然后我们到商店里面去看了一下 结果商店里面要么就是太小 要么就太贵 最后老郭决定自己做一个算了 我今天就要把整个桌子做的过程给大家看一下 当然我们需要说明一下 老郭不是专业的木工 在做的过程中都很不规范 然后你们大家也可以跟着学跟着做 但是做的过程中一定要很规范 尤其是那些安全的规范 另外如果有很多专业的比老郭专业的人 也可以指正一下 下次可以进步 在老郭演示之前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我的小小的作品 也是以旧翻新的东西吧 加拿大老房子都是自己家的油箱 我用刷外墙剩下的漆呢 给它改造了一下 大家看看效果如何呢 你看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省去了自己去买一个油箱 也花好多钱 另外呢而且还有很有特点是不是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为了要做这个餐桌 我就到Home Depot的或者其他的卖木料的地方 去准备买点原材料 买点木料 不过今年确实不是一个做这种木工环的一个好司机 因为疫情的原因吧 还是其他的原因 最近的木材涨价了很多 比疫情前涨了大概三倍的样子 所以太贵 当然最近几天好像有一点点下来 因为我是要做一个户外的餐桌 不需要很精确 所以我就买一些这种粗的材料 最主要是要买C等 就是红松的 这样的话它不怕日晒 不怕雨淋 因为我一直要放在外面呢 主要的木桌上面呢 我会买了一些二乘六乘八 因为这个尺寸呢 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是标准的尺寸 买回来了以后我尽量照这个尺寸做 其实我最后的桌子做出来的长度 长度呢是8个feet 就8英尺长 宽度呢是4英尺 这样的话我买了一些材料 二乘六乘八的做边 买了三条 两条是长的 然后有一条呢解开 做两个侧边 这样 然后我买回来了以后 就把所有的这种小板和这种边 把它摆在地上 看一下量好了 具体柴什么地儿柴 然后我就把它柴开 首先做这个桌子的边 边呢我把它柴成两个 就是四个角呢都是45度 这样把它对起来 然后打在这个桌子的反面 打几个这种鞋的螺钉眼 然后用螺钉把它固定起来 这个螺钉眼很有意思 它有一些工具你可以 这个螺钉眼呢叫 这叫做鞋边的螺钉眼 英文叫pocket hole 就是口袋 口袋洞 很有意思 那个你因为你等你用螺钉打进去了以后 你的外面是看不到螺钉的 在弄好了以后 首先你要把这个切的这个咸边呢 用这个沙纸稍微打磨一下 然后再沾上这个木料的胶 使它能够固定起来 就是普通的木料胶就 木料的这种胶就可以了 一定要放在地上 你把它对平了对齐 就是一定这个脚是个90度的一个脚 然后用木螺钉把它固定起来 这样四个脚就都固定起来以后 你还我还有一些二乘四的木料 然后锯成就是两个横条 两个竖条 然后把它打一个里边的一个支撑框 因为红松的这个sader的料呢比较贵 我就除了面是sader的红松的以外 其他的都是用这个防腐木 这个普通的防腐木 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 这些防腐木呢 大概比红松的木呢 能够便宜一半的样子 把这个框框定起来 做这个框的时候呢 一定要你要把以后 以后要做的那个面板呢 要放在底下 这样的话 等以后是上面翻过来了以后 一上面板的时候 它是处在一个水平面上 然后再把这个框和外框 就是这个支撑框和外框固定在一起 因为这个支撑框呢 比较重要 所以你要在大概一个英尺 就要上一个螺钉 我上了很多个螺钉 然后再打几个里面的横格 每一个横格呢 大概一个 一个英尺呢 可以打一个 旁边呢 都要用螺钉固定起来 下面呢 就开始做这个餐桌的腿 这个腿呢 我是用两个四层四层八的这种防腐木来做的 一个一切两半 然后让它十字交叉起来 这个十字呢 并不是真正的90度的十字 关于这个角度要多少 就看你整个这个桌子要多高 然后大概计算一下 量一下 我的可能用了是 大概九四十五四十七度左右 大概这样 你把它整个距 就是距一点 然后把那个木头呢 敲掉一部分 用一些木工的这种技巧 把它对起来 由于 两个交叉起来 然后中间固定一个螺钉 然后就作为一个桌子腿 因为桌子需要两个腿来支撑 到时候再看根据你的高度的要求 把它切开 就是在底下切成一个水平面 上面也切成一个水平面 就像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原来是这么长 然后我根据我需要的桌子的高度 然后把它量一个水平 然后把它整个切下来 在另一边 也要切一个角 因为这个角 要最后要固定在桌子的支撑的架子上面去 我简单的做了个图 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切这个水平 为了稳定 我在底下又用2×6×8的板锯开了以后 然后固定了两个角放在底下 当然这个角你可以不需要 不是一定需要的 你如果是觉得这样好 你就用它 不觉得不好 你可以不用它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桌子整个翻过来 把这两个腿放在地上 然后把这个桌子架在这个上面 这个时候你要把桌子面和桌子腿要固定起来 用两个用打两个大的螺钉 首先要用钻头钻孔 然后把螺钉放上去 就是那种前后都要有螺母毛上的螺钉 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很安全很紧 它就不会摇晃 把螺母上 把螺母上井以后要用扳手把它加固紧固一下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桌面的那些小木板把它放上去了 这个小木板我买了这个红松的是一层六层八的 但是因为是放在中间了 长度就多了一点点 锯掉一点 就正好对六块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放上去以后 如果按照标准的的话 应该从下面打螺钉把它固定 然后这样的话你面上就会看不到螺钉的针眼 我就偷懒了 我就上面直接从上面向下用螺钉固定在横条上了 只是把钉子眼就固定在里边 把钉子眼最后用逆子把它给逆了一下 这个时候整个一个桌子就基本上就做好了 就固定好了 然后我用这个砂纸把它整个打磨了一下 因为有一些对起来的就不是非常的平 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结束 因为面子上是红松的 它比较耐雨和防腐 它是天然的耐雨和防腐的好的材料 但是我还是给它刷了一点这种防 就是这种保护性的油漆 让它写的更亮一些 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做这种图颜色 然后再上各种油漆可以做 我觉得就保留这种原始的风格也非常的好看 我只是用了一点油清漆把它刷了一下 然后能够起到一些保护作用和漂亮 桌子是做好了 但是大家看这个地面是太陈旧了 我现在是我们家的专业油漆工 室内的油漆是我负责老郭负责户外的一切事情 那么刷墙剩的颜料呢还有一些 我就用剩下的颜料呢 就把这地重新粉刷了一遍 是户外的这种颜料 大家看看刷完了以后是不是效果就更好了呀 桌子就做完了 大概花了260多块钱 因为红松的相对贵一些 大家喜欢吗 今天的节目就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 下次节目再见